不得 請各位朋友 今天4月5號 親民年輕家序的第二天 今天找的是來貼咖的 貼咖 重點是貼咖 剛剛上一夫要進來之前 他說他今天是被我叫來貼咖的 所以就直接介紹他是來貼咖的 不然等一下就叫我開工 我找他來貼咖 地震 你覺得 國民黨徐信英他們會改變嗎 我講徐信英就是指他提的那個 預算法的修正案的事情 他的 重點當然比較檢討 他的是預算法第84條 第84條 第84條裡面 的但數那一部分 但數那一部分 當然原詞我是記不太得 就是因應國家什麼緊急需求 然後 可以先行支付一部分 先支部分預算 先行支付一部分 當然這個條款 基本上是 備而不用 他前面就是說特別預算 準用這個 總預算程序 就等於說特別預算的審議程序 跟總預算一樣 但重點是後面那個彈書 當然講到這個彈書的時候 當然為什麼說他備而不用 因為平常時期 不是緊急事件 立法院不會讓你這樣幹 那審計部監察院都不會讓你這樣幹 那什麼時候這一條 什麼時候用過 這條有用過嗎 921大帝政 921用的是84 那一條彈書 他用的是 83是 83是特別預算的規定 特別預算 然後 然後他的重點 今天被討論是84條的那個彈書 那特別 921的時候用過 921大帝政 1999年的時候 他是發生在凌晨1.47 先解釋一下 83條是指特別預算有四個 一個是國家緊急措施或戰爭 第二個是國家經濟重大電故 比如說我們那時候 2008年的金融全球 雷曼 第三是重大災變 像八八風災 921都有 然後第四個是不定數 或數年一次的 數年一次的重大正式 就是說他可能是 要橫跨好幾個年度 他不是所謂三特別預算 他是把第四項拿掉 就是 等於是說 他的彈書是 但合於前項規定 因為他的前面是說 審議程序 就是用總預算規定 那是84條 84條的彈書說 合於前項第一到三項 一到三項就是 國防緊急事件 戰爭 戰爭 經濟變故 重大災變 這個部分有部分緊急巡捕的時候 可以先支付其中的一部分 就是說可以先動機一部分預算 但是預算本 特別預算本身的審查 審議呢 是要按照預算法 比照總預算 等於是總預算還沒過之前 不是 總預算怎麼審 就特別預算就怎麼審 等於是還沒審 84條前半段是 等於還沒審之前你可以先動機 沒有 對對對 因為它是一個備用條款 當然是一個特殊狀況的備用條款 921用過 921用過 921的時候發生在凌晨1.47分 然後第一天發生的時候 一整天大家都在看似災情 就探勘了 就探視災情 發現災情很重 所以9月22號 9月20號上 等於是白天 9月22號上午的時候 他就撥給了台中線 當時還沒有合併 台中線跟南投線 一口氣撥了25億下去 行政院 行政院撥了25億 這25億呢 到中午確認 進到了兩個縣市的戶頭 戶頭 兩個縣政府 兩個縣政府的戶頭 台中那時候沒有 台中線 為什麼台中市沒有 台中市那時候 台中市災情很嚴重 沒有那時候是台中線跟南投線 最嚴重 然後撥了25億 總共撥了25億 就是原用第84條的彈書 他用的是兩年前 平衡縣市基金裡面的 結餘款動資的 其實結餘款 你不能隨便亂動 他是利用84條 然後去找財源的時候 是找到了那個 平衡縣市基金 他等於是先挪用 對對對對 他挪用 其實他挪用結餘款 結餘款裡面 你編列預算的時候 你可以 你可以去 財源來源是可以編進去的 你譬如說 像是中央銀行結餘款 中央銀行剩餘款 他都可以編進去的 但是你預算還沒審查 對還沒審查 他動用了 他就是原用84條 動資了25億下去 然後後面當然災情回報 越來越嚴重 當時的災情回報的狀況嚴重 那行政院方面 又在找財源 那他原用的是 如果我沒記錯 是預算法的第22條 第幾條 他就是一個 你動用預備金 超過5000萬要送立法院可准 緊急危難的時候 排除這一條 所以他們又動用了 緊急的預備金下去的時候 又下去了24億 這樣25加25 49 49億 他動下去以後 他是一直 我們的足技術跟行政院 一直確定 一直在等這一筆錢要撥進去 他找了國庫書 什麼什麼幫忙 這緊急危難的時候 大家通力合作 在下午6點鐘的時候 確定 又撥到了戶頭 所以他們每一項 都有一個確定的動作 22條是針對預備金 第一預備金 第二的動資 那預備金 每一筆 每一筆如果超過5000萬要先送 他是規定要先送立法院備查 對 但緊急沾難動資不在此線 對 所以他就原用了這一條 所以他沒有違法 他是用22條第三項 所以那一次921 在22號那一天 陸陸續續總計撥了53億下去 原用的就是84條跟22條 所以這一個他我為什麼說備而不用 因為太平時期你這樣動資絕對會被罵 平常根本用不到 會用到這條都沒有好事 對 所以這一條徐欣宜要把這個彈書拿掉 現階段花蓮的事情當然會引起很多人的批評 當然 因為那一個是中央裡面預算法給予他緊急為難 那你救命錢下去的時候 你要想說那一筆錢下去有多重要 就是說你可能很多災民都防止他等等 他的安置費用等等所有的費用 所有的什麼 其實這是花蓮也有很多地方要緊急安置 對 然後他是一直到9月25號的時候 李登輝頒布了緊急命令 緊急命令 緊急命令他是整個把預算法就丟旁邊 結果就排除就是 你有很多事情因為太緊急了 你不能依照預算法 對啦 那時候趕時間 所以他就緊急命令裡面的第一項 他就告訴你是所有的預算 預算 全部可以挪用 救急 後面比較緩的 比較緩用的 全部的錢拿來先救急 所以這打破了預算挪用的規定 另外他又給了800億一個 一個額度的舉債或發行公債 借款 突破公共債務法跟那個預算法 所以他是一個面對緊急為難 裡面當時921就是一個預算法的條款 跟一個李登輝的緊急命令突破 讓錢的流動趕快下去救災幹什麼 他錢的流動性變寬 921之後 日本的國會議員 我們也知道日本國會議員東京大地震 什麼他們也大阪地震 他們也經歷過這一些 其實他們對台灣有一件事情非常肯定 也非常的佩服 是怎麼可以做到 就是 當災難過後的一天之內 你可以撥出53億的錢到地方救急 他們也特別在詢問我們的法律是怎麼規定的 怎麼可以做到這件事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日本也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是突顯一件事 我們的84條 佩額不用 一旦用到的時候 他的撥款救命錢的速度 連國外都認為太快了 隔天你怎麼可能 53億的錢全部撥下去 50 一天之內 53億 不是5300萬 你像馬英九時代 我們記得那時候爸爸回來 莫納克 莫納克也有個特別條例 重建特別條例 那是8月29 8月29 那個是重建條例 因為後面 921也有一個重建條例 他是第一個步驟是要先對災情的處理 第二部分才是重建的部分 因為重建必須先把第一部分 糾災人命什麼維護等等 要先弄好 後面才是後續的災後重建 對他是8月27 制定的 但是你看八八風戰到8月27 那個時候大概就要隔了快三個禮拜 因為那個救災救難大概已經結束了 對 大概就是說重要的大概都糾完了 接下來就是要考慮的是災後重建 所以921也是一樣 先撥這些管具救災以後 接下來的就是 就有一個921震災 再後重建 重建條例 重建條例 就是一個條例 就有一個戰型條例 那個戰型條例編的金額非常大 上千億的在編 不只上千億 沒有他一直在延 因為莫拉克都已經是1200億 沒有他一直在延 因為那個戰型條例 他一直在增加一直在增加 錢不夠的時候他就修訂戰型條例 再把它持續增加上去 那花蓮這一次當然 災情上面來對比921 當然如果要跟921比是不幸中的大幸 災情的規模並沒有像921那麼嚴重 對啦 沒有 那可惜他強度 對 強度其實是 沒有強度一個是發生震源在本島 一個是在海上 當然他的震度的擴散影響力 我今天早上在想 如果放在台北 那完了 六級 像台北也是五級弱 因為老舊房舍比較多 那個就危險性跟災難的面向可能會大很多 像昨天一整天你知道嗎 所有的電梯維修公司忙不過來 當然 因為有很多不是舊大樓 甚至都有新的大樓新蓋的大樓 就是這幾年內的 他就遇到一個人 嚴格講不算是什麼大問題 但是在生活上你就很困擾 沒有他一定 電梯裡面壞了好幾步 沒有他一定要檢修 電梯警示 沒什麼好談的他一定要檢測 光是這個事情就是搭電梯這件事情 昨天一整天 我有認識 他們忙不過來 你知道昨天我出門的時候經過那個板橋大園擺旁邊那一棟大樓 那一棟大概有二三十樓高吧 有有有 大概九點半其實已經到上班時間了 對啦 他的門還是關起來的 然後外面 站好多人 那應該是要進去上班的 電梯 我覺得那是整棟大樓裡面 在做巡視安全檢測 是不是安全以後 才把他們進去上班 我覺得這個是好的現象 這是好的現象 昨天電台也一樣 我們電台有兩部電梯 昨天有一部電梯是停擺的 只有一部的可以用 所以這個還是最輕微的事情 但是你可以想像光台北市有多少電梯 對當然 那很簡單 如果台北市遇到 遇到華蓮的那個人 你想像 然後你別的 另外你像還有一個 沒有最好不要發生了 不要想像這種事好不好 我跟你講 沒辦法算 你不曉得老是 最好不要了 當然不要 沒有人希望 但是你一定 你的法規 你的各方面你要做準備 你像你有沒有看 我昨天看到另外一個新聞是 合一場的那個循環水 整個溢出來 因為搖晃嘛 那沒辦法 對 那你就知道說 其實趁這一 趁這一一個事情 它是一個災難 那你要重新檢視很多東西 當然 像合一場 這是遇到了 遇到了一個 台北盆地一個五級 等於是五級的地震 合一場 而且是已經除役的電場 對 然後合二也在 就是說你即使除役了 各項措施 各項措施 裡面都還有一些保存過 對 因為廚藝沒有那麼單純 廚藝要做很多事情 你這個時候都是做檢查 就是說我原來 當年幾十年前的設計 現在遇到的時候 它OK 你這樣 我還是會很擔心 因為它循環性有外溢 然後 台電是有發新聞說 這些水後來有經過回收 系統回收了 不會有造成污染的問題 可是 它外移面積很大 然後 合一場還是有員工 周邊的民眾都會受到影響 那你像花蓮 未來不是只有這幾天 沒有 我這樣講 它未來 如果講 它這個假期的經濟就沒了 沒有 我在講 就是說 你的設施安全 在機制上面 再怎麼完備 你碰到一個 大型的天然災害的時候 你真的是防不勝防 是啊 真的是防不勝防 所以我們覺得說 其實發生這樣類似的事情 它是一個 從法規上 執行面上 等等一個 全面性的 一個 要重新去思考的問題 重新思考的問題 剛剛廣告的時候 你在講 國民黨對預算法 這次是很有興趣 你剛才講 賴斯堡也有修 賴斯堡那一個 他跟徐信英不一樣 賴斯堡修83條的時候 他是沒有動那4款 他是針對第4款 他就特別預算 以那個公務預算 無法編列為限 就是說 你在總預算裡面 無法編列的 你可以考慮用特別預算 那張志倫 修了83條 他是針對第4項 還有 王洪 王洪 王洪威吧 什麼洪威嗎 王洪威吧 好 還有徐信義 他都有修到83條 那其中洪孟凱 跟那個 誰啊 洪孟凱跟民眾黨的提案 都把第4條刪掉 第4條就是 第4項 第一項的第4款刪掉了 沒有就是83條的第4項 不定期或數年一次的重大正式 他把他刪掉 這個影響就是 以前馬英九的愛台12項建設 愛台12項 蔡英文時代的前瞻 都把他給弄掉了 他是他們 其實他們都說是三特別預算 不是 是三特別預算的第4項 第83條的第一項的第4款 但是徐信義的問題就是 他提的東西就會碰到緊急事故 他是84條 他的碰到緊急事故那一個 就會有試用 就會有緊急撥款的問題 對 所以他那個 應該怎麼說 大家提的 提的83條 各有不一樣 因為你 你不要搞愛台12項像 或前瞻這個 這個就比較可以講 可是有一個問題問你 像潛艦 潛艦的預算很大 我們之前是F16的時候 只是偏特別預算 解釋一下 徐信義的第83條 他的修法跟張志倫一樣 就第4款 你必須要經過立法院同意以後 實在提出 就等於說 因為 以往 以往提預算不需要經過立法院通過 就是我提籃衣審查 他現在提了一個大人書 就告訴你 我要同意你 你才可以把預算提出來 提出來 等於是先行使同意權 先表決一次 我同意你才可以提出來 就是你要先表決 譬如說 你要弄個潛艦 那你先來給我報告 我同意以後 你才可以 可以編特別預算 特別預算過來 昌志倫跟徐信義的83條 是這樣修 然後民眾黨跟洪孟凱是 整個把第4項就刪掉了 民眾黨也有提 他是把第4 不第一項的第4框刪掉 但是 你想想看83跟84 民進黨守得住嗎 守不住 我覺得應該這樣說 國民黨擋得住嗎 擋得住輿論壓力 因為剛剛發生了花蓮 你擋得住嗎 所以 可是 你看我覺得賴金德跟那個誰 林佑昌去了花蓮帶了3億 其實他也不是帶3億現金 這個都是銀行撥款 不是不是 我跟你講921的時候 一度考慮要帶現金下去 但是你想想看 幾億10幾億20幾億現金怎麼帶 所以帶下去他有風險性或幹什麼 所以決定用銀行帳戶撥款下去 不過我要先講一下 921那個時候 在災區像南投台中 很多地方 那個7-11都沒辦法用 沒辦法 那個時候的南投 是沒有行動電話 我知道 因為修復困難 我有下去 修復困難 那個都是一段時間以後 災情發生一段時間後 我忘記是隔了多久 行動電話 中華電信的基地台 或者電信公司的基地台 因為921的時候主要還是中華電信的時代 所以那個時候都依賴中華電信 幾乎有很多都沒辦法通話 沒辦法有電話 像我是到東四 我被開到東四的時候 東四是沒有行動電話的 然後正常的車輛都很難 都已經斷掉 所以他那個時候你要用ATM停款 對不起 你根本沒辦法連 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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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一段時間是連電都沒有 所以那個時候 像我們那時候為什麼那麼喜歡吃雞 唯一有熱食的地方 吃雞 我們是去吃吃雞吃他的麵 第一時間下去 他就做那種類似台中的大麵羹 就是很大鍋的麵 讓大家可以吃到熱食 那個時候你可以吃到熱食 那是一個 因為很多連瓦斯管線 因為大家用天然氣 天然氣都用習慣 遇到那種時候 連瓦斯管線都不能用 都在檢修 那個檢修時間很長 花蓮這次災情嚴重 但是不管怎麼講 那個規模沒辦法還不是921的 沒幹嘛 沒 好像說不信中的大信 就規模沒有 沒有像 他至少 至少你現在看起來 就除了局部地區的水電 水電現在還沒有完全OK以外 因為921是水電全部都沒辦法 那是好像一兩個禮拜 有一段時間都是要用 要去用那個 消防車運水 那 可是回過頭來就是說 因為要遇到這個事情 那預算法的修正 當然 以前愛在社會上這件事 跟前瞻 沒有 大家都有人批評 我這樣講 我們的特別預算 是不是過於浮爛 是可以檢討的 然後我們是不是把特別預算的 編列討論以後 回歸到一個比較正軌的路上面去 是可以討論的 是可以討論的 他不是不能討論 但是有些事情 其實 你的 看遠一點 921大地震發生的時候 徐欣穎也是27歲 對 我不曉得他在台灣也是在國外 如果你在台灣晃的時候 你看到921的災情 你知道84條 那一條有多重要 不過我也我有問過 民進黨政府裡面的人 他們說現在有一些事情 對他們來講 預算排擠是存實存在 他舉個例子 他舉個例子 比如說 你像五陽高價不是要延伸嗎 不是要延伸要跨過新竹市嗎 工程本身的預算 交通部還OK 可是土地徵收的錢 如果加進來 他們現在其實最難的是土地徵收 我講一句白一點的話 你先聽我把它講完 你先聽我講完 你再來這個 他說工程 工程本身加上土地徵收 以後的預算總額 會破千億 會對於交通部本身的預算 其他的例行的延續性的 他們會有困擾 類似的 那如果你不是只有一個 延伸到跨過新竹 如果連台中那邊的高價 跟南部的有些區域 這個他們這個當然是私底下在聊 說這種東西 他私底下在聊說 那我可不可以做成一個特別預算 因為跨年度 當然他們用的就是那個重大 重大正式 第四款 對 那我講一句最白一點的話 其實預算裡面 所謂的排擠不排擠 只涉及一件事 叫公共債務法 因為他有舉債上限 對 他有舉債上限 是啊 所以有很多的經費 國防啊 潛艦啊 飛彈啊 特別條例什麼 他下面都寫來源舉債 如果你把他併到公務預算裡面 你所有的舉債 你都要受到公共債務法的限制 所以你注意看 有很多的特別條例 你譬如說 飛彈啊海空軍那個什麼 他是依據特別條例編的預算 他裡面大部分都有一條 叫做排除公共債務法 是啊 那我問一句話 那我問一句話 總預算也有 特別預算也有 你說錢不夠 那你為什麼兩個同時存在 為什麼會兩個都同時存在 是啊 只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納進去的時候 我編不進去 因為公共債務法 把我的舉債上限給卡死 所以就是這個問題而已 所以我要把它拉出來 拉出來 否則你說啊我們經費有困難 啊什麼錢不夠 那我錢不夠 那為什麼同一個年度 他同時會存在於公務預算 跟特別預算兩個同時存在呢 那就不是錢的問題了嘛 你解決這個例子就是 小應的前瞻裡面發生了 就前面放前瞻 後面放公務預算 公務預算嘛 你注意看前瞻 就是前面是前瞻 前瞻不是公務預算 前瞻當時我跟你講 大家炒可以炒 因為前瞻預算送過來的時候 他的核定本等等我都有看 比如說軌道 軌道有些已經是在公務預算裡面編了 都已經在進行規劃怎麼樣 突然後面蹦幾年跑到了前瞻 前瞻八年嘛 八年蹦了以後呢 因為做不完 八年做不完 蹦了一個又回到了 一般公務預算 又要用公務預算來編 所以他變成一個案子 比如說一條捷運 規劃到興建到結束公務 特別公務混在一起 那這一個我認為大家就有必要去檢討看看 因為你這個就已經是混來混去了嘛 我覺得所以我主張說特別預算 大家是可以去檢討 讓他如何回歸到正軌上面去的時候 如果要讓他回歸到正軌 他必須同時考慮公共在乎法的限制要怎麼處理 可是你去動公共在乎法 因為我很麻煩啦 因為你會面臨到一個問題嘛 就是債留子孫嘛 你會很難解釋 今天講一句白一點的話 你特別預算也是債留子孫嘛 也是債留子孫嘛 因為你除非是自償性 有自償性 只是一個邊在公務預算 跟邊在特別預算 都是舉債也都是債留子孫嘛 可是像921大地震的時候 八八風災的時候 這些都沒有自償性 都沒有自償性 這怎麼賺回來 但是交通建設是有可能賺回來 只有交通建設可以有自償性 比如說高速公路啊 他有收費啊 他有收費啊 他是可以透過收費去支應 支應他的路面維修啦 安全維修啦 甚至於是 興建啊 還可以用這筆預算存到基金以後 再去蓋另外一條路 是 所以他是具有自償性的 跟非自償性 你說買飛彈哪來的自償性 沒有啊 飛彈最好不要用 一用了就 一用會用到飛彈就麻煩 可是買飛彈本身是不會成 不會變成錢 如果如果讓我們 建構飛彈有自償性的話 那只有一件事 賣飛彈 賣飛彈 就是飛彈是我們生產的 對賣飛彈 賺錢 賺錢 那個就變 那個又變成 因為變成那個 國營事業 那是變國營事業的 賣飛彈賺錢 他才會產生自償性 那個是另外一個事情 那個是另外一個事情 那就變成你要先公私化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其實大家討論如何回歸正軌 我是認為說是可以討論 譬如說 調查權的問題 他是一個制度上 你可以去討論 他有調查權 你是可以去討論建立制度 但是討論建立制度的過程當中 你不要違憲可不可以 是 重點在這嘛 所以我是覺得說 呃 有很多是可以檢討 但是 84條 那個淡數 拜託 國民黨 你們就去勸 許姓你撤了吧 不用啊 其他的人撤遷 他也可以啊 撤了吧 好不好 其他人撤遷 他如果不成案就好了 好不好 不是啊 你知道發生在你們 總召的以前當過縣事 他老婆現在正在當縣事 好不好 麻煩撤了吧 好 那個叫做 備而不用 救 救急救命的條款 好不好 不要刪啊 再問你一件事情 為什麼國民黨現在提案 嗯 有一點 一人一把號 是 是 他的 呃 馬英九時代也比較不會這樣子 嗯 基本上比較有一個內部討論的次序 現在朱立倫是 對立法院 是失控 也不是啦 這是一個 黨團內部運作機制的問題啦 好 可是因為 黨團 黨團機制 已經運作那麼多年了 大家都不討論嘛 嗯 大家都不討論嘛 嗯 大家都各自提嘛 不用經過黨團同意啊 我自己我只要找到足夠的人數 私底下幫我簽名就可以了 對對對 所以黨團應該也不知道他提了什麼案子 大家都沒有溝通或譬如說嘛 我說洪孟凱 83條 他的修正案是直接把第四款刪掉 拿掉嘛 好 那有趣了 嗯 張志倫 洪孟凱 提案人喔 張志倫 洪孟凱喔 你自己也是提案人喔 你後面的 第四 第四 款就變成虛精立法院通意過是嗎 欸 這邊 同一個同一個提案人 有兩案子 張志倫跟你同時提案 然後兩個案子的內容是不一樣的 那他是書記長自己提一個案 跟張志倫聯合又提案 然後案子的內容是不一樣 如果可以併案審查 可以併案審查 沒有 你83條 你送到 院會交付委員會的時候 他一定是併案審查 對啊 他全部都併案審查 我就插兩隻旗子不行 可以啊 這就是裡面 就是有一些很奇怪的事啊 不過孟凱這個時候最好 因為他想選新北市市長 因為我覺得這個事情會影響 因為這個地震會影響到 你要怎麼去跟人家解釋 剛剛有預告說要講國昌老師 因為孟凱 孟凱是早就講說他要選這個 新北市市長 像國昌老師最近 跟侯友宜黏得很緊 然後我看侯友宜辦里長分區的里長座談 我不曉得我沒有在現場 但是從公佈的照片 有的人也有拍一些影片 我覺得侯友宜跟黃國昌 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變這麼好 還蠻黏的 侯友宜跟黃國昌好嗎 可是鏡頭會說話啊 他至少他們還有報報啊 對不對 我如果不是知道黃國昌是民眾黨的 我會有一種錯覺 侯友宜還有沒有未來 他雖然沒有未來 可是他是市長 他手上還是握有資源 重點就是他沒有未來 沒有未來的時候 如果他是下課的人 如果 這兩年下課 侯友宜有未來 或是 國民黨裡面 在新北上面 有一個現階段 在未來上 可以被期待或有號召力的人 好 侯友宜早就被罵死了 跟黃國昌這個樣子早就被罵死了 第一個就是一個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沒未來的人 大家也懶得罵他了 否則這樣子搞 早就被罵死了 黏踢踢的 因為為什麼會講這個 因為洪孟凱要選 大家也知道 羅明財之前也放話說要選 如果他得票超過15萬 他後面沒有超過 但是要選還是可以找理由 就是說 像板橋 比如說他 你不會看到侯友宜跟葉原資黏TT的 我講他黨籍立委 因為侯友宜應該不想念葉原資吧 盧州 盧州是民進黨的立委 盧州是 林 林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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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你可以找洪孟凱來 可以找其他的人來 國民黨立委還是可以啊 不曉得吧 因為我覺得一件事 就是說 套一句民眾黨覆秘書長 許甫曾經說過的話 怎麼樣 他之前不是在嗆老科說 他們支持韓國語嗎 嗆老科嘛 然後後面又 當選完又在那邊挖來挖去 許甫說 時空環境不同 好不好 其實時空環境不同 是民眾黨 經常可以用來解釋 誰都可以用 誰都可以用 今天我可以罵你 明天可以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 可能15個小時的時空環境會變更 那變得太快 沒關係啊 說的過去就好了 他們就是說的過去就好了 然後 其實說一句實在話 耳朵會 其實你說一句實在話 你注意看一下 黃國昌在立法院裡面 不得罪的一個人是誰 韓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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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民黨內他不得罪的叫侯友宜 一個是現在的新北市長 他有可能選新北 第二個 如果韓國瑜 不甩黃國昌不管他們的時候 那我就不懂他們在立法院能幹什麼了 很多事情 你可以去做 感覺我觀眾朋友可以去做很多的想像 第一個 柯文哲的聲量高嗎 柯文哲的 滿意度高嗎 還好而已 那個 TPBS上次不是做嗎 韓國瑜第幾名 韓國瑜前面 韓國瑜第四名 對很前面 好像比賴清德還高 賴清德第五名 第六名是誰 誰 侯友宜 那侯友宜還不錯啊 柯文哲第幾名 柯文哲第十一 十一 然後 然後侯友宜的下一個是誰 第七名是誰你知道嗎 誰 蔡英文 哦 然後 你看一下 嗯 你是黃國昌 你是往後看還是往上看 往上看啊 做十三個人 對啊 侯友宜第六名是在中間值 對啊 韓國瑜在前面 對啊 然後你那時候還沒有什麼 什麼十安啊 台詞 都還沒有 講話還在第三 對 講話要不要掉下來 講話現在一定掉了 那韓國瑜會不會再上去了 第三名往下掉 第四名一定上去啊 對不對 對不對 對啊 三四五一定會互換 因為第一名是魯秀院 第二名是陳吉邁嘛 三四五 如果以前重新做的話 這十一個人裡面 所以 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 所以你就看一件事 走到第一方巴著侯友宜 在立法院尊重 我們不要說巴著韓國瑜 尊重韓國瑜 可是我覺得他對小腹也很巴 他對傅崑崎也很巴結 至少我覺得他跟 他對傅崑崎從來不會惡言相向 當然 他除了開零食會那個時候 因為第一個 除了開零食會那一次 第一個立法院的院長叫韓國瑜嘛 國民黨的總召叫傅崑崎嘛 他只有為了那個時候提前開會 如果沒有這兩格 沒有這兩格 那他在立法院混什麼 他又在立法院混什麼 他只有一開始的時候 對傅崑崎還會兇兩句 後來就沒了 後面當然不敢兇了 突然發現 臨時會 他如果 如果老柯跟小腹講好 我支持 我支持民進黨的案子 你就倒啦 所以我就說 有時候你看到的是一個 政治利益與現實的問題 我問一個更直接的 你覺得黃國昌這樣子搞 他吃得到藍軍的票嗎 多多少少 但是我說比較大 沒有看國民黨的人是誰 最終的人是誰 如果不是李四川 蛤 我用排除法 如果 國民黨的兩年以後的市長候選人 不是李四川 那是誰 不知道啊 蛤 我對李四川的評價比較高 如果是洪孟凱的話 那黃侯昌拿國民黨的票 那是可能會越來越多 那孟凱會變成 當年新竹的林什麼 林跟人 我覺得是不是林跟人 那是另外一回事 老三呢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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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拿 拿的比較 多一點 我覺得那還是要有一個相對比較 可是像 像李乾隆 選舉不是絕對比較 李乾隆他們有辦法支持 支持 黃國昌嗎 不可能 對啊 所以黃國昌做這麼多 他到底可以吃到怎麼樣的藍軍的票 藍軍的票 嗯 淺藍啊 年輕的 可是藍軍年輕的票本來就比較少 沒有 年輕的本來就還好淺藍啊 他吃得到 像像類似李乾隆這種地方 有一定基礎的人了嗎 吃不太到 吃不太到 那靠侯友爺 可以吃到 軍 行政系統的票 行政系統的票 一部分吧 但是 行政系統會 在 侯友宜最後的時候 聽侯友宜的嗎 呃 不連任的市長 對行政系統的控制力是最弱的 而且 不連任 重點是 還沒有未來 如果你還有未來期待感的時候 我勉強還聽一下對不對 沒有未來期待感啊 所以我覺得一件事啊 這選舉是一個相對比較 今天我們再講一句最白一點的話 有鬼扯的齁 如果韓國瑜下去選黃國昌要拿 國民黨什麼票 什麼也拿不到 對嘛相對嘛 而且韓國瑜搞不好還吃到一點 年輕選票 所以我就說 我就說一句話 你要看 他的對手是誰 如果是李四川 我想對手是 眼前看起來國民黨最強的是李四川 如果是李四川 李四川的話 黃國昌要拿藍軍的票會被壓縮 會被壓縮 會壓縮很多 會被壓縮 我問你最簡單的一件事 如果我們說 韓國瑜是那面棋子 我常說喔 韓國瑜是在空中飄的棋子 那 李四川是什麼 李四川是那一根棋竿讓他在空中飄 嗯 嗯 嗯 那 認同韓國瑜的人會不認同李四川嗎 當然啊 而且李四川的協拜兄弟這麼多 對嘛那我就再說一句話 我就說 韓國瑜下去選的時候 黃國昌能拿多少 那李四川下去 背後有個韓國瑜會力挺站台 你能拿多少 嗯 因為我一直認為國民黨最強是李四川 李四川唯一吃虧的 當然啊 就是年紀健長 不過我覺得 李四川某種程度上 可能年紀已經不是他的影響因素了 健康嗎 體力嗎 因為他已經是從這個最強副手這個稱號 一路下來在中間部分中間選民跟藍軍是認同的 是 就是說他的副市長扮演角色 而且我在 而且我在看李四川的時候另外一個問題 就沒辦法不談到蔣萬安 因為蔣萬安這段時間給我覺得太麻保 那 如果蔣萬安又少了李四川的話 他的台北市 他的台北市我覺得就危險 李四川某一個角度是蔣萬安的安全法 你知道嗎 他可以幫他過濾很多事情 更不要講說他在公務系統的掌握跟那個 看他怎麼用人罵 看他怎麼找人 不是怎麼找人 就說國民黨裡面或者蔣萬安 你如果找不到一個類似李四川這樣工人的人 你不能媽保一輩子啊 他現在蔣萬安最大的麻煩就是變媽保 重點是李四川這一個公務經驗 加上行政經驗 而且在新北的人脈又強 而且加上他過去 我們兩個好幾個朋友都跟李四川是body body 他過去呢又負責跟里長跟議會溝通 然後也當過秘書長 他黨務選舉都打過啊 所以他坦白說一句話 放眼國民黨上面 還要找出第二個有他這樣經歷的人 真的很難啊 腦袋裡面想不出來 很難嘛 因為李乾隆也不可能 李乾隆還沒辦法扮演完全的李四川角色 很難很難 就是你要當候選人這些事情 李乾隆很適合當總幹事 擲暖 不過李熊也是年紀有人 就是很現實啊 就是說因為台北太大 你即使在手 你有一些基本要跑的 我覺得新北到最後 李四川會承受很大壓力 因為我覺得我在看是國民黨沒有牌可以打 你打了李四川這兩牌 當然你可能手速新北的機率是最高 那你手速新北可是 蔣萬安那邊可能 可能 蔣萬安就算能連任 因為李四川如果待會兒國民黨出來的時候 蔣萬安就沒有李四川了 蔣萬安你幾歲了 你都連任喔 如果連任沒有李四川 你就崩盤了 那就他自己去承受啊 我就跟你講說 他是個媽保險 他就是他就自己去承受啊 可是他是少主啊 我管你少不少主 對不對 對人民對少主 對國民黨有意義 國民黨有意義 那就存在國民黨就好啦 不是啊 我跟你講 是不是少主 人民決定 國民黨你認為他是少主也好 怎麼樣也好 當人民不認同也沒什麼意義啦 好不好 朱立倫不是明日之星嗎 接班人嗎 朱立倫也曾經是少主 人家不認同的時候 你又怎麼樣 各位十三個政治聲望調查 他第四三名連馬英九都輸 你還要講什麼 可是當年 201年的時候的朱立倫聲望多高啊 此意時也彼此也 他也曾經很紅過啊 所以我說 套一句許甫說的話 死空環境不同 對不對 因為像賴清德你也認識 像賴清德一直想要拿掉那個什麼 台獨金孫 拿不掉啦 可是他本人他是不喜歡用那個 我知道啊 他不喜歡這個支持啊 非常不喜歡啊 他非常不喜歡 跟他的台獨主張沒有關係 但是他不認為什麼金孫沒有這種事情 他很不喜歡這個支持 是是是 他是很不喜歡這個支持 他說沒有金孫這種事情 對 因為都是高孩子才叫孫 孫了 他也六十幾歲很長 對啊 人家都要當總統了還金孫 不過人家就職了 對啊 沒有啦 他是不喜歡這個稱號 大家這樣稱呼他他是不喜歡的 而且確實 你被叫金孫 就會有什麼 被保護 你有長大 那裡 最被保護最被大家呵護的那個才叫金孫 通常被保護成那個樣子的人是很難有好的作為 當然當然 因為保護 被保護的人是長大 當然我跟你講也有很多事情是這樣 沒有坐上那個位置 你永遠不知道他是怎麼樣的人 當你坐上去的時候 你才知道 當然 他的能耐多少 就像蔣萬位 沒想到他最近的處理處有那麼糟 今天就先 先講到這裡了 不然呢 因為商人不要去趕通告了 什麼要去趕 就時間到了 你不用趕 要要要 對啊 那不然呢 拜拜 好拜拜 改天再找他來 拜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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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